我们敬礼传承知识 敬礼了名和尚 敬礼撒迦正空上师 敬礼十六世大宝华王 喀玛巴 敬礼图灯大理上师 我们敬礼弹成三宝 敬礼今天同修的本尊 真巴拉皇才神 师母 丹真卡托图灯实地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以及各位同门 还有网路上的同门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师父好安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愛してる 愛してる しゃらげ おらみこ けけのむちを すごい 好きいん いじわ きもちい しゅうみ いあびん ぶりんぶりん 空まんわ 那今天 我们是修 真巴拉 皇才神 其实它是多文天王的化身 密教有这个财神法 这是在显教所没有的 为什么会有财神法呢 主要还是因为一句话 先以欲勾之 再令入佛道 因为我们沙婆世界上的人 我曾经问一个 朋友 我问他说 你有没有宗教信仰 他说没有 那你信什么 你 没有宗教信仰 那么你还信什么呢 他说他只有信钱 他只相信钱 所以钱这个字啊 你看嘛 这个现在 大家不要讲说 听到相信钱 大家都在笑 事实上 信钱的 非常多 在这世界上 我们想的 现在的社会 是 经济挂哨 经济挂算 你看 你看每一个总统 当他总统的时候 他就讲说 他要拼经济 拼经济是什么东西啊 是money 所以你看我们观世音菩萨的手 om money coming home 当然不是这样子啦 om money pay me home 念了半天 念成 om money coming home 相信钱的非常多 人有五大的欲望 人有五大的欲望 钱面三大欲望 财 社 社 民 这三个欲望 所以钱非常重要 你看那个 大家现在在拼了 在拼 那整个地球上的国家 跟国家在拼 你打那个贸易战 你自己想想看 打贸易战 是打什么 就是经济 就是钱 你看那个 那个骇 害客入侵那个 反正是死友的事情 大家知道了 在电视上看到 害客还入侵 那个 好像是弱贫的吧 是弱贫的那个 那个 那个销售 石油的运输 弱贫的销售 害客入侵 他没有讲恶话不说 我们就是要钱 都是钱 有钱 有钱就当老大 没钱的就当老小 活教界也是一样 你知道现在 我们讲台湾好了 四大名三 最有钱的 就是池记 是No.5 何光山排第二 另外中台华谷 排第三 你看买疫苗 你看池记也要买疫苗 何光山也要买疫苗 我们啊 中国中啊 买鸟 你没钱啊 你跟人家喊什么 早知道他们买不成 我们也跟着喊 对不对 你没钱啊 我曾经讲过一句话 在好多年前 那时候大家在统计 池记 一共有多少钱 哇 树木列起来 电视台播出来 那个钱的树木是 把我下的差一点 抖在床底下 真的 我们生活中有没有钱 有啊 当然有钱啊 但是 你跟池记的这个钱比起来 人家的尾数 你都没有 连家的这个尾巴的那个树木 你都没有 那么我们生活中采取的 就是 不是中央积钱 以前啊 不是中央积钱 是属于地方分钱 地方分钱 分钱啊 是我在台湾 我喜欢吃的那种分钱 我喜欢吃的那种分钱 而是地方 分钱 这就是 都给地方了 中央本身没有钱 你看中委会有钱嘛 中委会也是 这个可怜了 像个乞丐一样 所以我讲 生活中是丐帮 我们出乎到 School是丐帮 以前我讲我们是丐帮 丐帮虽然人数众多 但是地方分钱 都把钱分掉 就没有 所以你看 人家相信钱 那我们密教啊 密教就是有修 修财神法 显教是没有 他们明做 是不修财神法 暗中实在有财神法 我们明的是有财神法 暗中我们是非常清廉 那财神法 大家因为他财神法修 那因为他相信钱 所以有财神法 密教就有财神法 那你要钱力 要明 要明 密教也有修明 像雄天 雄天尊者 大鹏金赐娘 跟赐娘 跟那个 跟那个 Garuda Garuda的修法 跟雄天尊者的修法 都可以得到大名 另外还有几个 都可以得到大名 财 色 明 其实都有修行的方法 就是先以欲勾之 再入 再入真佛道 所以我们密教 有修财神法 我们生活中有财神法 那财神法 也使很多的个人 获得财富 有一个妈妈抱着孩子上公车 座位刚好在司机旁边 一会儿 小孩哭闹个不停 任妈妈怎么样哄 都不肯罢休 司机终于被哭反了 他转过脸 冲着妈妈 就 就 就讲 教训孩子干什么 他要什么就给他 什么就可了 妈妈说那可不行 我那个儿子啊 想要你的方向盘玩 老师问小民 蒸一个包子要一分钟 蒸九个包子要多久 小民回答 九分钟 老师讲 你傻啊 你们家的蒸包子一个一个蒸吗 小民不服 老师放我问你 吃一个馒头一分钟 吃十个馒头呢 老师讲十分钟啊 小民说 你以为我像你那么傻 好了 言归正传 现在进行 你问我答 台湾的莲花亭女 问的 鼎里最尊贵的根本传承上师 莲生法王 弟子有关水贵修法 有三个问题 请师尊 请师尊慈悲为弟子开示 一 有关于师尊过往曾经开示 祈离 祈离真活弟子 能修习 父母火供 两百坛为基础 以利修行 具备之良 详请师尊 因地缘关系 修习父母火供不一 若修水供 是否也有同理 那个没有错 因为现在修火供很难 稍微跑出一点烟 人家就会打电话 给这个消防队 像在美国 我们西亚土雷战士 你就没有地方修火供 那么在这个 Rumbo Villa 彩虹雷战士 它就可以修火供 因为那是偏 比较方郊偏野 方郊偏野 像这个 方郊偏野的地方 说明明中啊 注定啊 就有Rumbo Villa 就有彩虹雷战士 以前我们在西亚土雷战士 这个 炎环这里 也做过佛供 炎环这里也做过佛供 那时候灵机比较不干涉 现在啊 如果看见佛啦 看见烟啦 他们就call那个 9-1-1 对不对 这里是9-1-1 美国是9-1-1 那个台湾是1-1-9 1-1-9 刚好颠倒 地缘关系 你讲的地缘关系 我知道 因为在你家里 不可能修火供 你除非到阳台 但是在阳台呢 隔壁邻居看到了 它也是一个麻烦 还有那个烟 也是一个麻烦 现在很难 所以修水供 可以 以水供代替佛供 水供代替佛供 那么你修佛供 一定要请佛天神 修水供 一定要修 请水天神 水天神 由水天神 转供养 给诸尊 你修的本尊 水供的本尊 火供的本尊 也是一样 由火天神 转供养 给你的本尊 火供的本尊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修水供 也有同理 第二 水供修法师尊开示 要招请水天神 师尊于 联身佛供 如生的文集 第226册 憋开你的心胸 开示过水天神的咒语 所以用于 往下 텀供养 ポロナヤ 所下 オモトスリ 所下 所映為水天映 左手坐前 大拇指不負坐以掌內 大拇指不負坐以掌內 十指竖立 消為彎期 能何勤 師尊為弟子重等開示 奏音及正切所音 水天映 十指 是這樣子 左手握前 但是你握前的時候 左手握前 大拇指不負以掌內 不是這樣子握的 而是在掌外 在掌外 十指竖立 稍微彎曲 就是這樣 正切所音 正切所音就是這樣子而已 有點像勾印 有點像金庚勾印 這樣 那麼剛剛的咒語 ナモサマントモトラナパンポトヤ 所下 オムポロナナナヤ 所下 這個就是 奏音跟正確的所音 第三 承上者問題 再請師尊開示 水天神 招請 以節映 持咒 是否需要灌頂 而 師尊 是否願意 赐給 弟子們 摇灌頂 水天神 可以的 可以摇灌頂 節映 持咒 都可以灌頂 都可以灌頂 可以給弟子們摇灌頂 沒有問題 這是臺灣蓮花亭語問的 再來第二位 臺灣蓮花正宗問的 他這裡寫著 佛陀好 佛陀好 南無不大呀 南無不大呀 他沒有寫南無不大呀 他直接講 佛陀好 就是 印錯 還是說錯 師交摩尼佛好 弟子蓮花正宗 一心鼎語 根本喪失 誠心 提醒師尊 回答弟子的問題 師尊的著作及開示 極多 所謂佛經 既是佛的 師尊是佛 師尊是佛 弟子們是否可將 師尊的著作及開示 視為佛經 便選擇 便選擇自己喜歡的文章 以佛堂課頌 弟子非常喜歡師尊 第七十六冊文集 幽靈福之夜 下降第一道 這篇文章 如來氣勢澎湃 很像地藏菩薩 本宴經的 進階版 值得傳送 感謝師佛百忙中 回答弟子的一昧提問 祈願師佛 佛體安康 佛心快樂 師尊師母 廣度眾生 成就無量無邊的功德 他的意思是這樣子講 幽靈福之夜 有一篇文章 就是下降第一道 他說這一篇文章 非常好 可以不可以在佛堂 念誦這一篇文章 當成 好像佛經一樣 這樣課誦 當成課誦 在念經 他喜歡念 這個 下降第一道 這一篇文章 那麼這一篇文章呢 裡面的內容 既我所知啊 也就是要到第一 有兩個 我講過有兩種 第一種 以大威神力下降低 第二種 因為業階 因為業階 深重 你降到第一 只有這兩種 那師尊 那師尊在幽靈福之夜裡面 所談到的 你到了第一 師尊到了第一 是以大威神力 到了第一 其實地域啊 有三個地方 第一個 是真正的地域 就是八寒八熱 八寒八熱 八寒八熱地域呢 就是根本地域 根本地域 那師尊在幽靈福之夜 第二個 就是 靜邊地域 第二種地域 就是靜邊地域 第三種地域 就是孤獨地域 孤獨地域 地域分成三種 一個就是根本地域 靜邊地域 跟孤獨地域 三種 三個地域 阿蘇尊也講過 這個 在曠野的地域 有地域 在海邊 也有地域 在森林 也有地域 在森林也有地域 很多種地域 那個都屬於孤獨地域 那鬼伯那邊的地域 也是屬於孤獨地域 也是屬於孤獨地域 我也曾經講過 醫院就是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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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醫院裡面躺下來 都是在 進了醫院的 都是在那邊受苦受難的 你看那個開刀房 開心啊 Open Open heart 開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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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腦啊 放肝啊 放肾啊 放肾啊 我會講過啊 地域 其實以為說 有很多人講說 根本就沒有地域 人間就有啊 在受苦受難的都有啊 那那個截肢的 把手鋸掉了 把腳鋸掉了 把腦開掉了 那不是地域是什麼 我們有所謂的八大地域 那個孤獨地域 就是在分開來的 分散的地域 有八寒八熱地域 是根本地域 靜邊地域是十六游增地域 你到過地域的話 你就知道這些東西 那麼地域啊 其實不是只有地域 地域裡面還有地藏王菩薩的鏡頭 地藏王菩薩的鏡頭在哪 那麼我個人喔 他問的這個問題 台灣人花正宗的 他喜歡下降地域道 這篇文章 他說獨來氣勢澎敗 很像地藏菩薩本念經的進階版 那你們有時間也可以看一下 大家有時間看一下 這個下降地域道 這篇文章 如果如同蓮花正宗所講的 這個能夠課頌 師尊認為說 可以 你可以拿這個來當課頌 因為地藏菩薩本念經裡面 也是提到地域裡面的一些狀況 也是提到 師尊在第一道所看見的 一樣的 你也一樣可以課頌 地藏菩薩也是我們蓮花童子 也是蓮花童子 跟師尊是brother 是brother 是兄弟一樣的 地藏菩薩跟徒師尊 好像是兄弟一樣 所以是可以課頌的 如果你自己認為說 可以課頌很好 你就可以做 好 第三個問題 新加坡白家運問的 敬愛的師尊 敬愛的師尊 我父親 白樹順 因 和 冠 病 諦言 打錯字吧 我父親 我父親白樹順 我父親白樹順 因和 冠狀病毒 肺炎的病患 接觸 接觸 目前要被隔離起來 雖然 雖然他現在還沒有發病 但是他包括我們全家 四口都有可能染了病 遇到這種緊急情況 我們除了持送 平時持念的蓮花童子 心咒之外 還能做些什麼 避免發病 或減輕病症呢 也就是說 這個新加坡的白家運問的 他父親白樹順 跟COVID-19的 確診的接觸過 所以他害怕他自己 還有家人 也會得到COVID-19 他們平時都有持送 蓮花童子的心咒 希望能夠還做些什麼 避免發病或 減輕病症的事 這個疫情真的是 讓人家很頭痛 讓大家都很頭痛 這個 都沒有辦法過正常的日子 那麼我們 我們 除了正確的防疫之外 那我們還有 這個 附身的 附身符 我們有附身符 我們中國中有附身符 還有附身的藥粉 附身的藥粉 不能吃的 另外呢 你除了念蓮花童子心咒之外 也可以念 除瘟疫肚母的心咒 這個也可以 除瘟疫肚母的心咒 這個也可以 除瘟疫肚母的心咒 另外我們也有福 也就是除瘟疫肚 除瘟疫肚 除瘟疫肚 除瘟疫肚子心咒 除瘟疫肚子心咒 有藥粉 有附身的藥粉 不能吃的 然後也可以吃除瘟疫肚母的心咒 除瘟疫肚母的心咒 那平時的防疫 大家也都知道的 我們每一個人都要懂得 正確的防疫方法 這是回答 新加坡白家運 白家運 他全家 全家四口 都有可能染病 這個問題是什麼時候送來的 整理這個問題的 好像整理這個問題的不在這裡 在這裏 中一個人都要送來 1個心咒 5個心咒 是 1個心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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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個心咒 1個心咒 2個心咒 来跟大家讲一个笑话吧 欧崔利亚那个袋鼠 他讲 哎 肚子里面没钱 口袋再怎么大也是老鼠 袋鼠讲的话 老鼠也讲话了 哎 成天为了点吃跟喝 担心受怕 能不老吗 老鼠 我们称他老鼠 其实老鼠也有 一出生就是老 我看过那个老鼠刚出生 白色的老鼠刚出生 好小 好像小茧一样 而且是透明的 可以看到他的肚长 这么小的老鼠 刚出生的小老鼠 白色的老鼠 很小之后 尾巴抓起来 都可以看到肚长 这么小的老鼠 不叫老吧 还是一样是老鼠 就鱼讲那句话 打死我也不上网 这个乌竭讲呢 他讲 妈呢 满肚子的墨水 居然还是个竭 乌竭讲的话 一个刺猬 大家知道 刺猬 就是身体有刺的 那一种叫刺猬 真想感受一下 以别人拥抱的滋味 他没有办法跟人家拥抱 因为他前身都是刺 还有乳牛的讲 这么多人喝我的奶汁 却没有一个人叫我猫 文子也讲 他说 能让人类为我们股长 死也值得 猫熊讲 我们台湾人称熊猫 在中国有时候就叫猫熊 这辈子注定无法拍彩色照 完全是黑白的 龙虾也讲话 龙虾 龙虾 我明明身份高贵 却说我又龙又香 喜有之力 这个 是 是 蜗牛还是蜗牛 蜗牛 蜗牛还是蜗牛 蜗牛 蜗牛讲 人人羡慕我一出生 就有大房子住 但有谁知道我背着房子多辛苦 这是动物的笑话 刚刚那位 那个Covid-19的那个 Covid-19的问题 他 他传过来的问题是 2020年 2020年 10月23日传过来的 这也是一个笑话 你知道吗 这个白家运 问这个问题 就是白运 就是白问 白问 人家2020年 10月23日传过来的 你要当天就要给人家回答 对不对 你2020年 10月23日 希望你们全家都还活着 希望你们全家都还活着 这个时候才回答问题 这个时候才回答问题 今年是几年 我都搞不足了 2021年了耶 2021年的6月12日 你10月23日 多少 已经八个月才回答人家问题 所以这个 编问题的也要注意的 接到以后有时效性的 必须要提早跟人家回答 这个才是重要的 所以真的是白问 那么编问题的是白知 问问题的是白问 那我是白回 对啊 要发生的早就发生了 那师生在这里祝福 那师生在这里祝福 你们哦 希望 没事 这是新加坡的白家印问的 原来 原来你的问题是2020年 2020年10月23号发出来 我们给人家拖了八个月 所以回答问题也是很重要 有时效性的 要早一点给人家 我们讲道过 父赐 其 谨起劫至深 之所欲 己志在 既有 无以能得 无肉之功德 故 视为集成 一切自在 遗者留至后文中 黎明正觉 即解脱之时 教死 我告诉大家 你在修行当中 你能够得到 无以能得 无肉之功德 你就能够 集成一切自在 无肉之功德 什么是无肉之功德 你知会无肉 知会无肉事 你弱身本身的 气 脉 跟明点 一样无肉事 有形的无肉事 跟无形的无肉事 你聚集了 所有一切的 严满清净 你同样能够 证得到 一切的自在 一切的自在 你都可以证得 一切的自在 你一样可以证得 这个意思是这样子 根据内燕相 一据半地之内燕相 献起器 寄送云 内燕相 命勤入阿瓦都地中 二脉之命勤器 入于外形 阿至 至顶级半轮之间 我们讲这个顶级 头上顶级 我们称为半轮 到了顶级 是两地 到了半级 就是十二地半 你到了顶级 就是十二地半 内燕相 命勤入阿瓦都地中 阿瓦都地 阿瓦都地就是中脉 阿瓦都地 就是中脉 你气进入中脉 你气进入中脉里面 那么两个脉 两个脉之命勤器 入于外形的阿至 至顶级半轮之间 气已经到了十二地半 这个弱脊 你看那个阿弥陀佛 它顶上有一个弱脊 成佛的时候都有一个弱脊 在这里 圆圆的弱脊 画像里面 有吗 有吗 有中间的莲花童子 莲花童子 中间的莲花童子 那边一样有一个弱脊 这边也一样有一个弱脊 那个弱脊的显现 顶起来弱脊 就等于是半地 那个亮亮那一个就是弱脊 那个等于 也就是气贯通到了弱脊的时候 从中脉贯穿到这个弱脊的时候 它就十二地半 外焰相 一级外焰相 献起明点 即颂淫 外焰相 明点坚固于半顶 半顶级 顶级一半 轮促借甘露坚固 其实得马阴场 鱼法雷 胸间吉祥节 眉间白好等成就像 这时候 你已经差不多快成佛了 十二地半 在一般来讲 显教十一地就是成佛 它就是外面显现出来的 你这个顶级 非常的坚固 这个顶级非常的坚固 得马阴场 什么叫马阴场 马阴场是 一般来讲 我们吸口气 把自己的阴部 完全收入体内 这个就是马阴场 你在练武功的时候 练武的人知道什么叫马阴场 因为我们人本身 我们男生本身来讲 有一个好像死角 你那个地方被人家提到 那你几乎全身无力 全身没有力 一点力量都没有 你就只好蹲在地上 痛苦哀嚎 所以我们那个 太极拳有所谓 这个 那一招叫什么招 这样手插下去 在最后 海底针 海底针 海底针那一招 锁放下去 绕起来 就是叫做夜下脱逃 夜下脱逃 那个招数叫夜下脱逃 好听一点叫海底针 不然就是夜下脱逃 不然就是夜下脱逃 夜下脱逃 这样手下去 还把它刺下去 软泡就破掉 那个 那个没有 只要被抓到 或者被踢到 你就抱着 就在那边痛苦哀嚎 全身一点力量都没有 那是阴招 很阴险的招式 能够马音场 释迦摩尼佛修成马音场 他吸口气 把自己男人的东西收到里面 这收进去 连软泡 连香肠 全部收进去 全部收进去啊 这个叫马音场 所以我不解释马音场 你们不懂 那是气功的关系 吸口气 一吸气 就把落在外面的东西 全部吸到里面 是有这样子的 这个当你成佛的时候 到了这个十二地板 到了顶级 你一样的马音场 而且还讲 马音场这个东西 就会变成顶级 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余法雷 什么叫余法雷 当你得到十二地板 你讲出来的话 全部都是法 你讲出来的话 全部都是法 胸巨人 凉肯 温 凉肮 凉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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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is 露个胸部 中间有一块黑色的 有一个万字 你看每一个佛 祂的胸间都有一个万字 祂有没有露胸我们这里有没有 蛤? 有万字 胸间有一个万字 我们这个上面的佛像有没有? 没有刻啊 露掉了 佛的象征就是胸间有一个万字 胸间有一个万字 有吗? 有啊 有啊 那个就是万字 胸间万字 就会出现这个 十尊的胸间啊 你看过我露胸没有? 有 胸间有什么? 不是万字 不是万字 是一团黑 哈哈哈 胸间有的 胸间 另外把它变成吉祥节 如果变成吉祥节的话 是胸间万字 胸间万字 每一间 眉毛跟眉毛之间 有出现白色的毛 而且旋转 而且旋转 叫做白蚝像光 成为白蚝像光 会产生光出来 产生光亮出来 白蚝像光 那我们平时啊 这个眉毛 这边眉毛 这个眉毛跟眉毛的中间 有画了一个圈圈 画了一个圈圈 那个圈圈就是 白蚝像光的地方 那地方 这个白蚝像光 那会产生白蚝像光 圈圈的白蚝像光 这个就是外宴像 马银场 师尊 也会马银场 几口镜 那个全部镜到里面 外面摸起来 没有东西 人家要伤害你 伤害不了 能够练到这样子的气功 我练了一半 一半以上 练了一半以上 真的可以收进去 可以放出来 收进去 放出来 收回去的时候 剩下 变成草里藏猪 那个名字叫 草里藏猪 你看到草而已 没有猪 那猪藏在草里面 要吐出来 要吐出来 你放一口气 刷 它就出来了 这是一种气功 这叫马银场 今天还好师尊都知道 什么叫马银场 什么叫鱼法雷 什么叫胸间吉祥结 眉间摆好 这个已经成佛的象征 现在总结了 总结它叫归结 总结它翻成归结 总结的意思 宋淫十二地半 为第三地之第一刹那得究竟到 为安利融入四行之名 四行之名 融入四行之名 第十三地之第一刹那得究竟到 十二地半 差不多得究竟半 有若吉 有白豪相光 有吉祥节 有马银场 吉祥节 有马银场 有白豪相光 这个就是属于外相 外相 这个已经 已经快成佛了 已经成佛了 显教十一地就代表成佛了 法云地是地十地 也就是等 就是等绝了 就是妙节了 再进去 妙节就是佛了嘛 妙节就是佛了嘛 所以佛有很多像 有时候 有时候 有些人的掌上 有些人的所掌里面 有一个案记 有一个法雷 有一个法雷 他将来会说法 所以将来会 好像是说 会说法 他会产生一个法雷 所以我们在共品当中 都有一个法雷 就是属于 是顺时钟转的法雷 顺时钟转 我们在共品当中 有一个雷在这边 对 那是一个法雷 对 这个法雷的纹路 要顺时钟转的 白色的 这个法雷 我们如果你的手掌上 有一个法雷 有一个法雷 而且顺时钟转的 那个法雷 那都是很吉祥的 吉祥的记号 很吉祥的记号 胸前有记号 眉间有记号 顶级有记号 马银场有记号 你修成了 修气修成了 十二地 打开了十二地半的时候 全身的记号 就通通都出来 师尊胸前有什么 我那个自己画会 自己把它画 因为我胸前有一个 有一个记号 胸前有一个记号 有谁胸前有记号 我们在做的 我胸前有一个记号 胸前有一个记号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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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祥节的时候 所以就不坐在这里 坐在那里 他以前没有的 以前没有的 他越来就出来 有一段时间 差一点变成万日 不知道为什么 又被收回去 这胸前真的是有记号 这不是故意画上去的 我早今天如果早看到道国有这些东西 我就在家里把它画一个腕子 家里被小桌光顾 东西都被搬光了 厨房里只剩下一碗面 和一张纸条 纸条上面写的 把你家脱光了 觉得不好意思 特意为你做了碗面 希望你回来时 还没有量 小偷 这个流的纸 这个主人回来 感动的泪水 感动的流了泪水 大喊 你虽然给我留了一个面 但是也要留给我一双筷子 连筷子都没有 好吧 今天就讲到这里 阿玛尼奔尼奥